王小菲日前因为拖欠前妻大S离婚协议中 谈定了500万生活费 遭到大S提告 因而连续多天在社群平台暴怒发文 攻击大S和他的家人 甚至还在其中一篇po文中 暗指前妻大S婚内劈腿出轨 早在2018年就和剧军业联系 对此有网友翻出证据 反驳汪小菲的发文内容 有网友指出 2018年汪小菲和大S 一起录制大陆时经节目幸福三重做 来人当时感情还很甜蜜 而且当年5月 大S才刚刚怀第三胎流产 身体还很虚弱 不可能在这样的状况下外遇 认为汪小菲的发言太离谱 也对大S感到相当心疼也不舍 又在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